老板将夹着纱布的镊子放入女人口中 在白布遮挡之下 将死者生前的衣服脱了下来 用毛巾里里外外擦拭着全身 之后老板将寿衣反穿在自己身上 形如流水的动作让人看着就赏心入目 给死者穿好衣服后 把他僵硬的手臂放在胸前 紧接着温柔地给死者修正容颜 之后让家属把死者在世时最喜欢的口红拿来 小心翼翼地涂抹在他的嘴上 把失去的人重新换回赋予永恒的美意 这个过程平静的 细致而温柔 重要的是要充满爱 让原本面目争鸣的死者变得有生气 两人的工作就是给死去的人整理妆容 不管他们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 都要本着对死者最大的尊重 尽全力帮助失去的人还原在世的容貌 让他们有尊严地走完人世间最后一程 这种职业被叫做入恋师 但是很少有人敢去做 这天男人和老板收到有人去世的消息 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来到死者家里 在和家属叩拜之后行内观仪式之前 老板先给向往生者上一炷香 接着男人将死者脸上的白布拿走 如此秀气的女生 了如指掌的老板一下子就知道 这个女孩是烧炭自杀的 男人听完后呆若目击 原来他从业以来还没有给死者化过妆 之后想了一下便答应了 因为早晚他都得经历这些 首先他会祝福往生者可以安详平和地离去 然后小心翼翼地为死者修正五官 紧接着将死者身上的白布掀开 把束缚在手上的白丝带解开 紧握死者的双手 活动他的双臂 看着男人娴熟的手法 让老板倍感高兴 之后在白布的遮挡之下 将死者的衣服脱下来 再把衣服盖在白布上 身体完全被衣服包裹好之后 把夹在中间的白布抽出 紧接着用毛巾给死者擦拭身体 在家属的注视下 男人细心地给死者擦拭身体 可擦着擦着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赶忙将这件事告诉老板 老板听完后也感到匪夷所思 从男人的手里拿过毛巾打算亲自检查 刚把手放进去就察觉到了不对 赶忙来到家属的面前询问 原来死者生前竟然是个男儿身 死者的母亲责怪丈夫 妻子执着要给儿子化女装 父亲在儿子去世这一天 终于接受了他男扮女装的身份 在妻子面前丈夫极力克制自己的伤败 但是在大物和老板的面前 痛哭着跪歇他们 给自己家孩子留下一个体面 入恋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 但是在世人眼里却是那么的不受待见 仿佛只要和死人打交道 就会预示着不祥 别看大物非常轻车熟路 一开始他也很抵出这个行业 原本大物是乐团的大提琴手 由于乐团演出长期的入部付出 只能宣布解散了 这让大物十分震惊 因为自己刚刚贷款入手 一个价值不菲的大提琴 马上就可以靠着他大涨红土 结果来了失业这么一出 这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加雪上加霜 也让他们无法支撑 在东京继续生活 幸亏母亲在乡下给他留了一处房子 为了生活大物迫不得已 只能放弃曾经的梦想 将自己贷款的大提琴卖掉 妻子一直是大物坚强的后盾 对他不离不弃 可身无常计的大物 即使在乡下这种小地方 也不能找到工作 在和妻子吃饭时 他被桌子上的招聘信息 吸引住了目光 年龄不限 待遇从优 每天工作时长很短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工作经验 大物觉得应该是在旅行社工作 隔天早晨 还不知情的大物穿着西装 就来到了招聘信息上写的地址 当他走进屋里 看到面前的棺材顿时猛了 而且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员工 从他的口中得知 干这一行招人特别难 干我们这一行招人特别难 阿清文 这是做什么生意的 怎么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过来了 包上说是协助旅行 不是吗 就在大物好奇是做什么工作室 老板就从外面回来了 上来简历都不看一眼 直接就让大物通过面试 就这样 紧接着让员工给他打印名片 就这样等一下 你还没谈工资和其他待遇呢 对了 开始一巴掌行吗 一巴掌 五万元试了 五十 五十万 这么多的钱让大物感到不可思议 之后了解才知道是做入恋师的工作 他不假思索直接拒绝了 可老板怎么可能会放过来这里面试的人 直接拿出五十万元给大物 告诉他这是今天的工资 于是大物半推半就答应了下来 回到家的他并没有把工作的具体内容告诉妻子 因为大物自己也觉得这个工作上不来台面 到底做什么工作啊 是导游吗 不是 销售员 工作的第一天 老板就带着大物来到死人去世的事发现场 从病葬公司的老板口中得知 老太太独自一人居住 已经去世两个星期了 由于时间过于长久 尸体早就变得腐烂不堪 他们刚进门 屋里一股恶臭味就让大物深感不适 看到桌子上都是蛆的食物 他忍着心里的不适 见过世面的老板早就行以为常了 只见他满脸淡定地走到死者的尸体前 掀开被子 让大物一起过来帮忙抬老太太的双腿 可这一看他再也坚持不住直接吐了出来 第一天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大物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这份工作 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老板直接又递给他五十万 还告诉他干这行工资都是一天一节 让原本飘忽不定的大物顿时有点希望 之后他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但是大物不知道的是 自己身上刺鼻难闻的味道 让坐在不远处的学生议论纷纷 他立刻跑到洗澡堂 用尽全力地冲洗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好像这样就有一丝的安慰 到了吃饭时 看到妻子端上来的生机 脑海里顿时想到腐烂不堪的尸体 直接干熬了起来 妻子担心地拍打着丈夫的后背 问他发生了什么 但是大物直接将他抱在怀里 贪恋地闻着妻子身上的味道 似乎只有这样才感觉闻到了活人气息 这天一个失去妻子的男人 面对大物和老板迟到的现象 直接就是一顿侮辱人的话 过五分钟了 五分钟 实在抱歉 你们 是靠死人吃饭的吗 哥哥 别站着了 即使这样老板和大物也没有丝毫生起 这个死者是一位中年女子 给死者穿好衣服后 把她僵硬的手臂放在胸前 紧接着温柔地给死者修正容颜 把失去的人重新换回赋予永恒的美丽 这个过程平静 细致而温柔 重要的是要充满爱 在旁边看着的大物被深深地打动 原来自己的职业是那么伟大 大物和老板入恋结束准备离开时 男主人追了出来 闭上礼物为刚刚的行为道歉 这是他一生中最美的一次 等他师父的感谢 之后大物理解了入恋师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排斥 而是慢慢地接受感言 看到炸鸡也没有什么反应 眼不红心不跳地直接吃到嘴里 在工作期间 他也见过了形形色色的死者 大叔 孩子 老人 女人 这也让大物可以独自入恋了 这天大物下班回家 在路上正好碰见发小一家 他满脸嫌弃 都不屑与妻子介绍大物 把他们支开就是嘲讽 都已经传开了 传什么 做什么都是 去找个正常的伙伴 回到家看到一脸失望的妻子坐在那里 原来是他看到殡仪馆的宣传片 电视里的模特正好是大物 他只好和妻子交代一切 妻子对于大物的任何选择都是支持 只有这次他表现出坚决态度 我以前从来没要求过你什么 无论是大物要放弃大地铁 还是回到老家的时候 我都笑着答应了 这次算我求你了 就听我一次行吗 妻子 不行了 我回妻家 等你辞职带来警方 没事 不要碰我 你不赶紧 大物心灰意冷地坐在那里想了很多 于是第二天他找到老板想要辞职 但是老板却说自己妻子去世的时候 也是他把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送走的 我老婆九年前都病去世了 我帮他 爸爸的漂漂亮亮的 送走 夫妻俩肯定有一个会选走 痛苦的是活着的那个 之后就开始做这行 要做就要做最挣钱的 现实是残酷的 一种生物要靠吃另一种生物生存 老板的故事坚定了大物想做入恋师的工作 这天他下班回家 竟然发现自己的老婆回来了 原来是他怀孕了 这让大物激动不已 妻子希望他们不能再这样混日子 可以辞去这个会让人嘲讽的工作 就在大物犹豫不决时 一通电话打破了瓶颈 这次去世的是澡堂老奶奶 于情于理他也得去 大物带着妻子一同前往 死者儿子就是前段时间讽刺自己的发小 大物温柔地给老奶奶擦拭身体 给他换上崭新的兽衣 妻子看到认真工作的大物 好像在这一刻开始慢慢接受入恋师的职业 之后的某一天 妻子收到一份快递 里面写着大物的父亲去世要去理议题 大物在同事的口中也知道这个消息 但是他的内心还没有原谅父亲 当年他抛弃妻子 和别人私奔多年 同事恳请大物一定要去见他父亲最后一年 因为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即使这样同事的心里也一直惦念着矮子 听到这里大物跑了出去 正好碰见自己的妻子 他没有理会走过去 但是边走边想 好像想明白很多 于是大物找老板借车 老板还慷慨地送给他一个棺材 之后大物开着车带着妻子来到墓地地 看着火葬场的人十分粗鲁地抬起父亲一体 大物直接把他们推开 自己亲自给父亲入恋 当扒开他僵硬的双手时 一块小石头从手里落了下来 这块小石头正是小时候父亲送给他了 还说这块石头的寓意非凡 让他一定要好好保管 想到这里大物才明白 原来过了这么多年父亲一直惦记着他 看着父亲的容貌 大物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在这一刻他释怀了 之后他把这块石头放在妻子的肚子上 意味着死亡并没有结束 生命的接力仍在继续 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苦衷和无奈 我们可以不去从事这个行业 但要保持最基本的尊重和包容 死亡 就是一扇门 反过意味着 生命的结束 而是传过他 进入另一阶段